嗯,好的,就是从09年开始,就是港高所出现一个正价时段开始,出现混乱的时间开始到现在差不多两年时间了,而最近港高所也在早两个月开始计讯,就是会不会重演这个正价时段这一个的环节,而这一次可能会预计他允许的报复在补价的五个帕尔 而内,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尝试一下的,因为最主要是香港越来越多的被动的被动型的基金,还有一些自购投资者,还是主动型基金会参与港股市场,而近价时段是能够方便他们能够再有一个容易得到一个节省的价格,所以我觉得这个对香港就是股票市场还是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 是有帮助的,尤其是对于就是被动型的基金ETF的一个发展,是绝对有个正面着用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留意,尤其是会不会五个帕左右的一个波幅,能不能够防止这个大户,会在这个竞价时段出现一点的混乱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,就是特别的容易的 就是这个突然有一种違差的运动 我感觉它可以看到一个有少少年一百分钟,但是根本也没有